侯市長 侯侯做事情 我們好好來監督 依次拍開齊喊口號 向新北市長侯友宜喊話 交接典禮還沒開始 已經嗅得到火藥味 事務團隊仍然要全力以後 努力發表 而新北市的明天 比今天會更好 新北市必定有203年的驗警 一定會實現 在一場的綠營 新北市議員 帶一道機會 要他做好做慢 別落跑 在市政的工作上 要合法行動 合法干動 和其間務合法做事情 希望市長合法做我 接受國民黨徵召 去站2028 2024的總統 那我相信 這個市政的停擺 是可預期的 而且甚至 我可以預見議會 將會有一場 心風邪雨 綠營市議員 猛打了落跑爭議 讓現場氣氛很尷尬 就連前一天 火友宜喊出 1200北北基月票 呼籲中央常態性 編列預算 也被綠營議員群起圍剿 1200塊的月票的證件 是去年民進黨的市長的候選人 四個候選人 蔡世映 陳時中 林家隆 鄭運鵬 一起共同提出 絕對一副是不可行的樣子 結果現在通過了之後 先急著染工 說這個是藍營縣市首長的成績 現在又再把球丟回去給中央 面對綠營猛攻 侯友一一不為所動 但身為國民黨2024最強人選 綠營攻擊的火力 未來只會越來越強 歡迎支持郭斯文 宋哲宁 新北參謀道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